大家好, 欢迎订阅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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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,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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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落的文化祭典把它观光化 他是政府 第二个呢 政治人物 第三个呢才是一些散客 旅行团是摆在最后的 游客到这个计议的机场或是到部落里面 跟族人这个互动 是不是有那种所谓的不尊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上对下的问题 游客因为有钱 变成是上位的概念 除了政府要对旅行乐者 做一些宣导 就说他 要是什么好事 他就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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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